我小時候的夢想就是希望可以成為超樓 披上披風 戴上面罩 行俠仗義 打倒所有壞人 拯救所有好人 於是我很開心地把這種偉大的夢想告訴我的媽媽 媽媽媽媽 長大之後我要當超人 我要把所有的壞人都打倒 就看到我媽媽她熱切的雙眼微笑著 緩緩伸出了雙手 正當我準備感受媽媽溫暖地擁抱的時候 就看到我媽媽用手放在我的頭上說 沒生病啊 那你在這邊發什麼白日夢 快去念書啦 就在這個時候 我瞪大了雙眼看著她轉身離去的背影 因為我驚訝地發現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我媽媽她可能是壞人 為什麼會這麼覺得呢 搞不好她是怕以後我長大之後把她給抓起來 所以現在才不希望我成為超人 一定是這樣 而且雖然我年紀越來越大 種種的跡象都震人了 這可能是真的喔 我跟我媽媽說 媽媽媽媽媽 長大之後我要當警察把小偷抓起來 媽媽媽就說 警察 你先考一百分吧 媽媽 我這次我要當醫生 我要拯救所有生病的人 醫生 醫生要考第一名耶 你是從後面數來第一名耶 不可能啦 媽媽 我要開飛機飛到天上去 翱翔天際 翱翔 我可以以你的資質 變成榮翔比較快一點喔 就這樣 不管我說什麼 我永遠只會得到 不可能沒辦法辦不到 以及呢 她只會要求我 要乖要聽話 念書就好 但是我記得我小時候不是這樣 我還記得我一歲抓粥的時候 真的 真的 我記得 真的 我記得 我那邊爬啊爬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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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東西啊 我抓這個我不要 抓這個我也不要 哇 到我抓起聽診器的那一刹那 中午招所有大人的 性高采烈的模樣 我現在還是記憶遊戲耶 但什麼隨著我們長大之後 就變了呢 而且那個時候我身處於在一個 分數少一分打一下 打滿十下再多送你一下這個年代 學校更像是個超大型的詐騙集團 它不斷地阻止我成為超人 還用盡各種方法 用打的 用罵的 用啟發的 然後呢 還會用考試分數跟排名來說服你 跟你說 嘿嘿嘿嘿 你只要考上好的大學 好的研究所 你的未來絕對是幸福又美滿的 哈哈哈哈哈哈 這就像是一個包著毒藥的糖一樣 慢慢的侵蝕我的心 讓我成為了指揮考試的機器人 不再是那個超人 我大學的時候 我的室友突然又一天敲我的房門 砍砍砍砍 探出頭來 誒 某一字啊 你滿十八了咯 走 我帶你去一個神秘的地獄 OK OH MY GOD 我的第一次這麼快就要來囉 好緊張啊 不行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我怎麼回答 對不起 我不去 喔 什麼不去沒有關係啦 像我這麼正直的人 我是不會去那個地方的 喔 什麼那種地方 不是啦 來啦 我要去我自己可以自己去 喔 傻孩子什麼自己去 我有門路啦 雖然我嘴巴說不要 我身體還挺老實的就跟他走了 到了那個神秘的地方 浑浑漢暗 這種一盞光線打在舞台上 原來那是我學校的話劇社 我一站在舞台上 我就好喜歡那種感覺 我同學問我 誒 要不要加入啊 我猶豫了 因為話劇 跟我平常所知道的那些光環教育 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個時候我同學跟我講 偉智啊 當你心裡有想要做什麼的時候 聽聽自己的心 想做就去做了啦 這個時候我想了一下 看著他跟他說 我知道了 那你可以帶我去真正神秘的地方嗎 真的 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都會有一個小恩 不斷告訴自己說 沒有辦法 或者是換話成人心別人的家人親親我朋友 跟著你說 放棄吧 放棄吧 我因為我同學的一句話 我從話劇社的舞台開始 後來到浮輪社的舞台 再到學校講故事的舞台 然後呢現在是親子講師的舞台 最重要的是 我參加了演講會 我站在全國大賽的舞台 因為我覺得 只有站在舞台上 我才可以成為 超人 超人 當我們心裡有想要做什麼的時候 傾聽自己的心 想做 就去做吧 成為我們心中的超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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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這兩位 吃太多吃到飽 可以走 謝謝